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你家宝宝今天大便了吗 0-5岁儿童便秘居家护理5加2招 你的宝宝大便顺利吗 你担心宝宝便秘吗 怎么样算是便秘 儿童便秘的话该怎么办呢 便秘是任何一个年龄都可能发生的 不同阶段可能发生便秘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还好便秘只是一个短期的症状 只要处理方式正确 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我们先来看什么情况算是便秘 OK好超过三天以上没有大便 憋气努力大超过10分钟还是大不出来 OK好大不出来或者是大便的时候会痛 他会哭闹 再来是大出来的便很硬 很像弹珠大小然后很难大出来 大便的次数比平常少很多 好宝宝可能会变得比平常焦躁 兔奶的状况可能比平常严重 肛门口可能有流血或者有血丝 那如果孩子年纪比较大了 他可能会跟你反映说他肚子痛啊 肚子脚痛啊恶心 或者是他大出来的便会阻塞马桶塞不下去 好还有一种就是大便的时候他会用力挤屁股 或是扭动屁股 看起来好像在跳舞 或者他会做一个姿势固定不动 或者他躲到一个角落蹲下 看起来好像是要用力努力的让大便大出来 其实他们是正在想办法把他忍回去 他不想大因为大出来是会痛的OK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可能在孩子的内裤里面 常常看到有一点点大便 这可能是儿童大便失禁就是 当孩子的便秘太严重 到最后大出来的好像是腹泻一样 那有一点点稀稀水水的 那这是因为孩子他一直忍大便 导致他大便越结越大 然后他的直肠扩张 然后呢孩子就不会再有想大便的感觉 也没办法控制 到最后就只有一点稀稀的大便会露出来 粘到裤子上 儿童每天大便几次才正常呢 好每天都大 或者是至少每两天大一次 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 零到三个月还在喝奶的宝宝 他们每天